底下一个问题 他说弟子以前被他人取笑 一身的处境 很像《地藏经》所说的 贫穷下贱 诸根不拒 多被卧业来解其心 请问 在卧境卧园中 饮如火之处 常常生惭愧心 对待一切人 要生恭敬心 一张陈晓楚 如果对于别人 封刺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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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讥笑 毁谤 还有不平的心 还有怨恨的心 那你是业障 消不掉 不但消不掉 业障天天再增加 这个很麻烦 所以真正 谦卑 对自己是决定有利益的 大臣教里面告诉我们 不但是你言语 动作 你早已 起心动念 就早已了 你起一个不善的心 一个贪嗔痴慢的心 古报都非常可怕 都很严重 必须是常常读诵大臣 在日常生活当中 有很深刻的经验 你才知道 佛陀的教会 真实不虚 绝不敢轻慢 利用真诚恭敬心来学习 你才能得到 才能够理解 你才能够体会到 佛陀教会的真实意趣 然后能一教奉行 这才能消失 这才能够理解